这个奴隶主正拿着相机 给心爱的夫人拍美照 一旁的奴隶好奇地瞧着 谁知下一秒 奴隶主不小心失足落水 夫人和女奴在后面追着 可女奴脚上烤着锁链 走都走不快 还好此时恰巧有解放军路过 合力把奴隶主救了上来 夫人为了感谢恩人 表示想要什么都会答应 可人民解放军 怎么会要群众的一针一线 唯独苏杰看到他们身后两个奴隶 双脚被烤血肉模糊 忍不住提出要求 夫妇俩虽然不情愿 可既然放出了话 也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随后甩手而去 两个奴隶十分拘谨害怕 可苏杰也是爽快人 直接搬来一块大石头 一斧头砸了下去 这一刻砸断的不仅是锁链 更是砍断了这个女人医生的枷锁 女人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眼角不自觉地就流下泪水 因为从此刻开始 她不再是奴隶 而是藏族女孩达娃 达娃如今被解放 根本没有去处 可一群大老爷们 带上一个姑娘家很不方便 还是团委出面留下达娃 并亲自脱下外衣为她披上 从此达娃便待在队伍里 苏杰送给达娃一块马饼 她从小到大都不知道甜是什么味道 咬了一小口就给吐了出来 苏杰鼓励她 你多吃两口就习惯了 达娃轻轻地咬下去 第一次尝到甜味 不由地留下幸福的泪水 两人之间的距离 在此间得到了升华 苏杰却说这是我们苏州的味道 达娃想知道苏州长什么样 她伸出手 苏杰拿钢笔在她手上 写下了这两个字 达娃看苏杰随身带着钢笔 便送给她一个礼物 两人的关系再次进了一步 此刻 她俩决定以名字互相称呼 行程虽累 可两人苦中作乐 一起游山玩水 美丽大方的达娃 为苏杰唱起热情的藏族歌谣 这也是她唱给苏杰的第一首歌 天籁般的歌声 深深吸引住了苏杰 她决定将来将达娃带去苏州 给她找老师 达娃说自己没有地方住 苏杰表示可以住在自己家里 可达娃却害羞到 在我们藏族 只有成了亲才能住在一起 这时苏杰却深情地道 公路修好 我就带你到苏州 并与达娃定下约定 从此达娃的心扉 只有眼前一人开 这天苏杰收到来自家乡的信 开心地拿到一旁拆开 达娃在一旁深情地望着爱人 这也让一直暗恋她的邮差很不爽 男人把她拉到一旁 送上头巾表白 却遭到了达娃的拒绝 这时意外突然发生 一块巨石突然滚了下来 达娃奋不顾身冲上去 推开苏杰 自己受伤昏了过去 当她醒来时 苏杰已经离开 因为部队临时调派任务 身为一名军员 苏杰只能服从命令 跟随部队离开 但她拜托人转告达娃 等自己完成任务 就会第一时间来接达娃 可是谁也没想到 这一别竟是六十年 八十岁的老人 寻找爱人整整六十年 却不料收到的 却是爱人过世的恶好 老人为了年轻时的承诺 写了整整六十年的信 可每封信都被邮差退回 邮局表示查无此人 直到孙女婷婷长大 她决定陪外公一起去找达娃 两人一路寻找 足迹遍布整个西藏 终于来到了康定 由于主路施工车子 只能走小道 车轮不小心陷了泥坑 就在这时 刚好有一群藏族青年 哼着哥过来 他们热情好客 立马下来帮忙推车 在推车的途中 其中一个小伙突然问起 你们是哪来的 婷婷说自己是从苏州来的 第二天他们终于来到了小镇 找到镇长打听达娃的下落 可是年代久远 仅听一个名字无法确定是谁 毕竟达娃这个名字 在藏族太普遍了 苏杰只能带着孙女挨家挨户询问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们终于有了达娃的消息 却不想是一个噩耗 等候六十年 却不想是这么一个结果 苏杰伤心的直接晕了过去 随后几人来到达娃家 开门的是达娃的孙女卓马 可孙女听说对方来自苏州 便直接将人给赶了出去 众人没办法 只好找到卓马的弟弟扎西 没想到扎西就是那天 突然翻脸的男孩 他很不欢迎苏杰的到来 将他们拒之门外 几人每天都带着礼物来到达娃家 扎西根本不领情 将东西丢了出去 并气愤地喊道 六十年了你现在才来 你结婚了你知道吗 苏杰文言只能伤心地离开 可离去的苏杰始终放不下这段感情 决定再回去看看 却刚好碰到卓马捂着肚子倒在地上 众人连忙找来木板将人送往医院 出院后 因为对方是姐姐的救命恩人 扎西也不好再发脾气 终于将众人带进屋 苏杰表明来意 自己是来兑现诺言接达娃的 可扎西听到后却更气愤了 你们口口声声说找我奶奶 六十年了为什么只有一封信 苏杰一听猛了 分开的那天起 他便坚持给达娃写信 这么多年来 他写了几百封信 苏杰一边说着 孙女婷婷一边解开一个包裹 里面掉落出厚厚几大信件 全部是苏杰这些年写的 可全部被邮局退了回来 信封上印着查无此人 唯一收到的一封回信 等来得确确是爱人已经结婚的消息 但扎西却表示 达娃奶奶为了等一个来自苏州的男人 终生未嫁 自己和姐姐只是她收养的 婷婷也表示 自己也不是苏杰的亲生孙女 外公为了等达娃的回信 整整六十年 此刻 这一切终于真相大白 邮差因为暗恋这个女人 竟然偷偷调包她与男友的信 还私自写信给对方 告诉苏杰自己即将和达娃结婚 不要再写信打扰他们的生活 苏杰收到信后悲痛欲绝 只能忍痛送上祝福 达娃高兴地拆开六年来收到的第一封信 等看亲信的内容时 却心如死灰 她明明写了那么多封信 让邮差寄给苏杰 却只等到了简简单单一句 祝你幸福的回信 邮差在一旁添油加醋 说男人肯定是在外面有了新欢 说不定都结婚生子了 所以才一直不回你的信 虽然达娃不敢相信 但事实摆在面前 她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邮差趁机提出求婚 当天便前往镇里买嫁妆 幸好老天有眼 将这个混蛋给收了 回来的路上 邮差乐极声悲摔下山哑死了 虽然收到的信不是自己期待的 可达娃也始终苦苦等候着 等着爱人遵守诺言来娶她 这一等就是六十年 她不愿放弃自己的爱情 然而就在苏杰快要到来时 达娃却因为当年 就她留下的旧伤复发 在苏杰到达西藏十天前 悄然离世 她到死都觉得 苏杰一定回来接她 明明是一段双向奔赴的爱情 却因为邮差的从中作梗 导致了悲剧收场 这段六十年光阴 都无法斩断的爱情 达娃终生不嫁 苏杰也终生未娶 可换来的却是一步之遥的天人永格 卓马拿出奶奶收藏了六十年的包 苏杰缓缓拿出里面的东西 示意和马饼根一根锁链 卓马说奶奶每天都会看着这些东西发呆 看着眼前这无比熟悉的东西 苏杰伤心不已 她拿出当年达娃送给自己的羊毛钢笔套 这些年来她珍藏着笔套 这也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 看着达娃的遗像 她气不成声 之后苏杰拿出全部积蓄 决定捐给甘兹用来修路 这一路上她看见了很多风景 也见证了小镇的偏僻落后 唯一的心愿 就是希望能帮助这个爱人生活过的地方 如果当初她能再勇敢一点 在收到达娃即将结婚的书信后 亲自回来确认一下 也许就不会留下遗憾 可惜一切都是假设 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改变 苏杰跟着扎西来到了小溪边 这里曾经两人相识的地方 达娃的骨灰就洒在了这里 她希望自己的骨灰 能够顺着这条小溪 一直漂到长江 漂到苏州 那个她曾憧憬了一生 也未曾到过的地方 从前的车马很慢 书信很远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现在高铁很快 视频很近 一世却难得一片真